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这个频道是从讲新冠的开始的 新冠疫情过了之后 我改成了讨论其他的疾病 以及他们的治疗方法 但是时不时的随着疫情的变化 我都会讲解一下当前的疫情 以及一些最新的研究报告 今天应很多听众的要求 我也对当前的疫情 以及在一些媒体上的传言 进行一些解释 希望让大家明白 当前我们到底处于一种 怎么样的状况 最近在媒体当中 大家听到最多的 应该就是美国的疫情 或者说实际的疫情 再度出现反复 很多地方他们都有个名词 再度出现高潮 那么大家知道 在美国很多人已经自己测试了 或者说根本就不测试了 他们已经把它当做一个重型的感冒 有了症状之后 就在家里休息 症状清了 就回去工作正常的生活 现在我们唯一的 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数据 就是住院数据 也就是到医院里面来 我们测试到的新冠的比例 这一点 美国的疾控中心CDC 一直有更新他们的数据 这是美国CDC的图表 这个是2021年的10月份 到2022年的9月份的一个曲线 而这条是2022年的10月份 到2023年的9月份 而红色的那条是今年 2023年的10月份到现在为止 那么大家应该看到 今年和去年的情况非常接近 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 出现了疫情的一些反复 今年也是 今年在当前情况之下 比去年略高 但是和前年相比 还是远远的低 这个也就说明 尽管现在肯定有很多人被感染了 具体人数我们不知道 但是重症的人数 并没有过去这么高 我又看一下死亡人数 因为死亡人数 一般是滞后的 我现在看到死亡人数 还是非常低 所以我今天也不公布了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CDC网站上自己去看 那么今天这一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一波通过美国CDC的网站上的公布 是最主要有一个变异体所引起的 这个变异体还是奥米克隆的 它是属于KP.3和KP.2群的 现在在美国家把它统一称之为FLIRT群 而这两个带了整个美国的新冠患病人数的70%左右 可能还高一点 从先有的资料 包括我们医院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可以总结这几点 第一 这个变异群 它确实可以突破我们已有的防疫 反染性也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它所表现的症状 和其他奥米克隆的变异 没有多大的差异 它的重症比例 也是同样没有多大的差异 所以说外面所传的欧美国家疫情有反复 这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反复并没有造成更加多的重症和死亡 和去年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 如果说家里有免疫系统比较差的 我们发现这个变异 贵瑞的Paxlovid还是有效 可以让医生及早的开药 及早的治疗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里面 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今年有因为新冠感染而死亡的案例的增加 这是关于这一体的问题 第二个最近在中文自媒体里面 有一段话 他说柳叶刀杂志中刊发 744%的新冠疫苗接种后死亡 与注射关联 他这里面解释了一下 但是我发现了他解释的并不是这么全面 那么我就把这篇原稿表出来了 这篇原稿是在2024年6月21号发表的 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前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们也读过 他说了其核心发现令人震惊 其实在欧美的新闻界 或者说在欧美的医学界并没有造成过大的震惊 待会我会具体的解释 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具体内容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篇论文它并不是自己做的测试 它是用网上的其他人的论文 这些论文都是疫苗注射之后死亡的尸体检查的一个报告 他们在网上一共找到了678篇的相关论文 然后他们筛选 最后决定使用44篇 在这44篇里面 一共被尸检的人数是325人 然后作者对这325人的尸检报告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在这325例里面 有240例是和疫苗注射有关的 占了整体的73.9% 而这些325人死亡的原因 最常见的是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占49% 血液力的疾病占17% 呼吸系统的疾病占11% 多器官系统影响的是7% 神经系统的问题占4% 免疫系统的问题占4% 肠胃道的问题占1% 还有7%原因不明或者自然死亡 这个就是他们所发的图表 所以大部分也就是说是心血管或者是血液疾病 这是占了一个绝对的大头 而这份论文不但测试了我们最常见的惠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 它把市面上所有的疫苗的论文都归拢在一起了 那么在这个325人里面 有41%的注射了惠瑞疫苗 37%注射了科兴疫苗 13%注射了阿斯利康疫苗 7%注射了莫德纳的疫苗 1%注射了强生疫苗 1%注射了国药疫苗 而在疫苗相关死亡判断的240例里面 他们发现30.1%的是打了惠瑞的疫苗 46.3%打的是科兴疫苗 44.6%打了阿斯利康疫苗 7.5%打了莫德纳疫苗 1.3%打了强生疫苗 0.8%打的是国药疫苗 这就是他们的判断总结 那么看了这篇论文之后 我是怎么分析的 第一步 我们要看看 他所说的325人 平均年龄是70.4岁 是老人 整篇文章里面 他没有提起 这325人的基本的健康状况 有哪些基础疾病 比如说那些因心血管死亡的患者 他是不是已经有了心脏病 高血压或者其他疾病 他们也没有描述这些死则 有没有得过新冠 什么时候得的新冠 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 第二个 他们说的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心血管疾病 在过去一年 我们早就知道 新冠疫苗注射之后 有造成心肌炎的可能 所以有些患者死于心血管问题 我们是可以理解 或者可以接受的 这个和过去发现差不多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并没有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再看这个73.9% 这个73.9% 他出来这个数字是通过他们筛选的 试检报告而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挑选了一部分的试检报告 而得出来的这一方面的结论 但这并不能说明 打了疫苗之后 所有的死亡里面 73.9%和疫苗注射有关 因为他们是有选择性的进行了检测 同样也不能说打了疫苗之后 我们有73.4%的机会死亡 这个更加这个无稽之谈 这个只能说他们所挑选的案例里面 有73.9%的死亡 是和新冠疫苗注射有关 那么是不是大家应该常说的 就是mRNA的疫苗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 所以会造成这方面的死亡呢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疫苗 并不是单纯的辉瑞疫苗 他把现在国际上市面上最常用的 这种疫苗都归动在一起 同时也发现这几款疫苗 不管是哪一种技术 不管是灭活疫苗 还是腺病毒载体疫苗 还是mRNA疫苗 都有这方面的情况 这个数据也只能到这里 因为还是这句话 它是挑选的一个数据来的 我并不能通过这个数据 告诉大家哪一个疫苗更加安全 我只能说所有的疫苗 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说明 这个并不是疫苗制作的手法 而造成了这方面的死亡 如果说两者有相关性的话 我只能说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蛋白结构造成了相关的一个问题 因为不管是哪一种手法 我们都是要取新冠病毒里面的某一部分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反应 而这一段的新冠病毒的基因 是不是造成这个情况的元凶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只是我现在不能说是因为mRNA疫苗这个全新技术 而造成了因为其他的疫苗也有相类似的问题 而且看下来可能还更加严重一点 那么我最后的感觉是和作者差不多 这个我们重视需要研究 希望能做出更加安全更加好的疫苗 这是肯定的 但是单纯靠这个而不进行科学的分析 然后得出结论 我们大家要记得怎么样的恐慌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析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理性的讨论 最后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